我們今天繼續講到清理童年和以往的陰影 而講到如何建立我們的自我形象和處理自卑感 在開始之前,我想有些分享 我希望大家聽我的分享的時候 千萬不要以為我現在在誇耀 其實我一點都不是誇耀,是完全是將榮耀歸給神 有不同的事情發生,即是告訴我們 就是聽神話的人,愛神,遵從神,神一定喜悅 而大家都一樣,我分享的主要是 你們聽神的話,愛神,是奉神 神一樣喜悅,神一樣會提升你的生命 我剛剛在這個星期,有人傳一些奉獻給我們 奉興宣教事公 然後他就告訴我為什麼他會忽然這樣做 他其實是之前要了我們這本書 《輕鬆得勝》 他就已經移民了去外國 他說他發夢 他就看到一個很高大的將軍 全身穿著盔甲是發光的 那麼他的心裡就很震撼 他在那個見證那裡,如果大家上網看 就看到他的見證,不過很短的 不過我再問他,你當時的感覺是什麼 他說是很震撼,哇,這麼巨大 然後他就問神,夢裡問神 神啊,這個人是誰 神啊,這個是熱牧師 我聽到神啊,就是外不配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我以為我在誇耀 我一點都不是 我只是說,當我們聽神的話 在神的眼中,我們就是將軍 而我自己很強調一個教導是什麼 很強調,是跟從聖經 也有聖年充滿 但不要在網上的消息都相信 因為太多人,誰的預言 誰的先知,又說些什麼 但有些真的違反聖經 譬如,其中一個就說到 疫苗就是受孕 因為啟示六十三章很清楚說 受孕有什麼發生 但疫苗肯定不是受孕 有些人說是陰謀論 可能裡面有晶片這些 這些,我不能夠絕對這麼說 不過,如果全世界都是這些 疫苗裡面有晶片 一定有人驗到 驗到一定會發聲的 但他們是沒有人驗到 我主要的要點是什麼呢 那些陰謀論 即是說,或者是這樣 那我不一定否定 陰謀論它說的話 或者不否定 不過它又沒有證據 它沒有證據的時候 我不會當它是真 而我用聖經去看受孕 就是什麼都用聖經 這是我很想幫助大家 跟從聖經 跟從聖經的教導 也是侍奉神去榮耀神 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而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如果你的心是跟從聖經 榮耀神 神就會看你是將軍 即是說 因為我很想幫助更多人 清楚去跟從神 譬如說 有很多人傳 災難前避提 但聖經真的沒有說災難前避提 很清楚的經文 是說到耶穌回來才避提 但是很多人說很受歡迎 為什麼呢 很多人就很想快些被提 而他一想到災難 他就說 我們現在快要被提 我們現在快要被提 全部被接升天 如果是我也會歡喜 不過如果不是 人們有沒有準備 我就去發出這些訊息 但人們的反應是不好的 即是他們說 你又戀解聖經 你又說一些攻擊的說話 但我依然去為神說話 就是我們聽神的話 他都去周圍告訴別人 神的恩典救我們用 神的愛救我們用 不要用律法 經常說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沒有做什麼 神會罰你 神不喜歡你 而是多些用恩典 但我們有罪是要悔改的 即是用恩典推動人 神都給我這些教導 目的是興起更多人服侍神 神就喜悅了 我也希望大家深信 你都可以給神喜悅 神歡喜 我又順帶又說另外一個見證 之前我去南非 現在南非有很多問題 因為大家看新聞 就看到那裡 人們搶劫很多東西 那時候去那個教會 就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在我去南非 起飛的時候 他就發了個夢 然後第二天我就到達 那夢是什麼呢 他就看到 他在那裡被人追 他很害怕 他就跑 跑到一間屋裡 看到裡面有中國的小朋友 他叫他 你快點開門給我 進去見到那幫中國人在祈禱 又見到我出現 我就跟他說 你想我為你祈禱 他說好 在夢中 我一為他按手 他立刻充滿喜樂 我立刻充滿神的愛 立刻笑出來 笑到醒了 然後他就說 當日我就到達那個地方 那這個也是另一個神的認可 我一點都不是誇獄 我就是說 其實我曾經有很多的軟弱 神叫我悔改 真是聽神的話 即使當我信耶穌 當我做了牧師之後 依然我曾經有很多軟弱的地方 但是 我自從經歷四年充滿 我就說 我要聽神的話 做了神所喜悅 知道任何罪都有破壞性 以前 是沒有這個觀念很強烈的心中 即是說我犯了罪 我求主赦免 就是 犯了罪 求主赦免 那就變成 我犯了什麼罪都好 我求主赦免 但是這個觀念就是說 你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就是犯罪可以帶來更大的破壞 不是你只有赦免就可以 一定有破壞性 所以我就很小心處理罪 亦都發揮身邊 看到聖靈充滿的能力這麼大 我就很想給神使用 這就是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的很大的改變 神就喜悅 有不同的人曾經試過有一個聚會 有一個報道家在台上 台下很多人在 他指著我叫我出來 他說你將來會去到列國 當時我覺得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今天是應驗了 這已經是二十多年之前的事 我想說什麼呢 大家都一樣 你聽神的話 神就喜悅 因為這個世界只有一個說了事 就是神 所有事都在神的手中 就算這個世界有多邪惡也好 不是魔鬼說事 魔鬼只是一直破壞人 但是神才是那個說事 你聽神的話 神一定祝福 而很重要的是 我們的生命是讓神去掌管 我以上所說的見證就是 我將榮耀歸給神 我在神面前是神 我不配是你的恩典 我將一切榮耀歸給你 所有任何的果效都歸給你 我願意降伏在你面前 謙卑地給你使用 我願意接受任何的困難 總之你做你的工作 我讓你給你使用 我就會歡喜 我也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千萬不要把我這個分 就說葉牧師很驕傲 其實這些都是人告訴我 他們所見到發生的事 這次我們繼續說 處理童年和以往的陰影 說到自卑 其實很多人都有自卑 其中一件我曾經留意到 看到一些比較成功的人 有錢的人 或者是一個很漂亮的人 穿衣服也很漂亮 人的樣子也很漂亮 看到他的時候 會有點緊張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你看到一個平凡的人 普通穿衣服也會輕鬆一點 有一個貴賓進來 你會覺得自己微小一點 覺得自己不及他的 這也是一種陰影 即是一個自卑的陰影 就是我不及他的 他是厲害一點的 他是厲害一點的 我是不及他的 那為甚麼人會有自卑呢 因為不被肯定 因為從小到大 多數的家庭 多數的家庭都不是稱讚 有甚麼做得好 不是稱讚 你甚麼做得不夠好 於是在成長時 經常都覺得自己不及人 也在社會處理 在學校 在工作地方 都是經常被人否定的 所以不被肯定的時候 就以為自己沒有價值 就深信這件事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的 都是覺得自己沒有甚麼價值 都是沒有甚麼特別的 自己是一個平凡人 看外表 真的有很多平凡的地方 很多地方不及人 但是神說了 我挑選世上軟弱的 叫強壯的羞愧 挑選世上如絕的 叫智慧的羞愧 因為神改變了一個人 就算你的IQ有多不夠高 你學歷有多不夠高 你有的財產有多微小 神都可以大大使用你 其實我自己的家庭 出生是甚麼家庭呢 是一個很貧窮的家庭 因為家人賭博 我們周時吃法 之前小時候有發霧米賣的時候 我家裡經常吃發霧米 洗乾淨發霧米便吃了 我曾經在中學的時候 因為有做散工買了衣服 但內衷又會不見了 就是我家人賭博拿去當作霧米 忽然想著那天會有件衣服穿 沒有了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根本按照我當時的經濟狀況 我沒有可能可以讀這麼多書 但是神為我預備 就是你聽神話 神是為你預備的 大家也是 有些人說我已經過了年齡 我不是讀書年齡 但是你過了也好 神都可以提升你 只要你有信心 其實我學彈琴是三十多歲的 那時候我買到一個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彈琴 不過我小時候就學吹口琴 我見到我爸爸吹口琴 我就叫他教我 吹口琴學到什麼呢 學到So far name 譬如 Dore mi so so la so mi re do 我一聽到這首歌 我馬上可以唱到So far name 當時團契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現在有個琴便便賣 那便便賣怎樣呢 你可以按一個單音 左手便按一個單音 有一個quad出來的 那我就去試 真的可以 當時只是兩隻手指彈琴 這隻手指彈住音 這隻手指彈的伴奏 就是彈一個音 就可以一個quad 就是設定了他做一個和言 那我就是這樣開始的 那後來我就回到香港 我就跟了一個老師學 後來又跟了不同的老師學 但是全部都是學短時間的 那神就給我這個機會 在三十多歲才學彈琴 就是很多人在四十多歲才學打鼓 唱歌呢 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學過的 但是過了很多年之後也有不同的人幫助我 就是有不同的東西 還有呢 學到細胞小組的那種肯定人 是到我四十多歲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才看得到學得到的 四年充滿也都在我 在1998年的時候 那時候才經歷到四年充滿 之前的事奉 我都問神 為何這麼久才經歷四年充滿 如果早點經歷就好了 但是其實早點是讓我更加在聖經上摘根 因為那時候 所有的事奉是沒有聖靈的能力 只是聖經而已 那我就很強調用聖經的 那我想說什麼呢 就是你不要看自己的年齡已經大 就是我已經過了讀書年齡 總之你現在的心說我可以 我靠主我願意 我願意將生命給神 你的生命就可以提升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我們大家都可以給主提升 你和旁邊都說 你的生命可以大大給主提升 真的變得很厲害 你跟他說 你真的可以變得很厲害 你信不信 奉耶穌明我宣告 自己說 奉耶穌明我宣告 我可以變得很厲害 我可以變得很厲害 靠著耶穌 我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成為一個偉大的將軍 個個都可以 我希望大家 在心裏掃除一切 覺得你自己不行的東西 總之你的心裏 一直告訴自己 你不行 你就一直告訴自己 耶穌告訴我 無論我多卑微 只要我信靠耶穌 親近耶穌 一定可以 好了 譬如跟別人說話的時候 就以為別人不會聽 以及不尊重 我中學時期 有一個壞習慣 因為同學經常說笑 我說話他們不認真 我說到半老 就覺得他們都不聽 我就停了 沒有說下去 在家裡也是會這樣 原因是甚麼呢 就是沒有自信 就是覺得 沒有人喜歡聽我說的話 這也是因為受到別人的影響 經常覺得自己沒有甚麼用 我們大家都反思一下 到底我們是否有這種情況 下面就是神的回應 相信神叫我們有尊貴身份 我們個個都很尊貴 如果你去過天堂 你看到最卑微的基督徒 在天堂都是非常榮耀的 那你就說 神啊 我們原來如此榮耀的 天堂雖然最軟弱的基督徒 也很榮耀 但是聖經也說到 將來復活的時候 有些人好像日的榮光 有些人像月的榮光 有些人像星的榮光 這顆星和那顆星的榮光 也不同 就是說天上如果最卑微的是最弱的星 有些人像太陽的榮光 是很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說 我又不用像大光燈那樣光 但其實在天上的榮光 就是代表你滿有神的恩慈和你一起 因為在《出埃及記》第33章 摩西求見神的榮耀 神就說 我將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神的榮耀是充滿恩慈的 即是說那些很愛神 很聽神話的人 你去到天堂是怎樣的? 你不斷充滿極度充滿神的愛 其他人 他們都是有神的愛 不過他們會很羨慕你 我們不是為了人的羨慕 而是說 我為主耶穌做任何事情 都永遠無神紀念 所以我希望大家 深信我們有一個很尊貴的身份 也希望我們可以把這個尊貴的身份 發揮到最高的程度 還有很多人 他們自卑和人際關係不好 這是要處理的 因為很多人說話很容易冒犯人 很容易得罪人 有些不合心 就馬上說他 你又做得不好 你又這麼壞 你不理我 這些說話對方不會有好的回應 他只會發脾氣 但當我們對人越善待 反而他對我們更加好 有些人可以引導他怎樣 更加成熟 有些人是很不成熟 但你罵他是沒用的 但我們引導他可以改變 靠主加強變立能力和經驗 就是說如果那個人信神很愛他 但他做甚麼都失敗 他做工沒多久被人踩了魚 他不會有好的自我形象 一定是建立那個能力 而這個能力很多時候是 自己的信念所影響的 你覺得你做得好 你就會做得好 我講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我曾經用普通話廣道也講過很多 有時候我講一個信息 普通話廣道也講錯了 有時候我就會很在意 之後就講得很沒有信心 我留意到這件事 有時候我會看著我做錯的地方 但我後來告訴自己 不要因為我說錯一個字 不要緊的 人們不會經常記住那個字 我自己放心一點就可以的 原來信心是會影響我們整個的表現 好了 自卑感會帶來甚麼表現 大家留意一下你裏面有沒有這些自卑感的情況 總是覺得自己沒有用 總是不行的 自己做不到的 這是謊言 魔鬼是昼夜控訴第一 他不斷把負面信息傳給你 魔鬼也使用人傳給你 你發覺周圍的人跟你說話很少說 你真是好 你真是厲害 我真是欣賞你 很少人這樣 因為人多數被魔鬼影響 就算基督徒都不是個個懂得欣賞人的 於是他就說了很多負面的說話 我們要學習分辨 當有人批評我的時候 我不用照單全收 我不用照單全收 我不用吃垃圾 那些人給我吃垃圾 我不用吃 有好的東西我就感激 有任何人對你好 你就感激那個人 你就善待他 你就珍惜他 這些好的東西我們要珍惜 神的好的東西我們要珍惜 那些人對我們不要說不好的說話 你就一樣珍惜這個人 不過是他的說話不要放在心上 你一樣對這個人好 這樣你就得勝了 還有覺得沒有人喜歡自己 這是一種感覺 我自己記得我在中學的時期 很多時候覺得 人們看到我的樣子 只是自己的感覺 就會覺得 人們都不喜歡我的樣子 有種內心的害怕 自己的一種懼怕 我不知道大家 通常來說 在十幾歲 那時候 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更加留意這件事 不過有些人一輩子都是這樣 我的鼻子不夠美 我的眼睛不夠美 什麼什麼什麼 就很留意這些地方 變了 就經常都覺得自己 沒有人喜歡的 沒有人會喜歡自己的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建立的 我們對人好 自然的人會喜歡我們 就是人 普通人說 以為哪些人就會被人喜歡 夠英俊 美女 說話夠 說得好 能夠吸引人 有錢 有些風格 有些人很喜歡 那些東西 就以為這些東西 其實多一個人相處久 發覺哪些人是 人家會真的喜歡 就是對人好的人 善待人的人 所以我們善待人 自然人就會 更多人會喜歡你 有些人你做什麼都不喜歡你 我們不需要介意那些人 有些人因為他負面 他總是不喜歡人 我們就學習 不用給他影響 我們也深信 我善待人 那些人對我有好的回應 那我就知道自己是寶貴的 我們寶貴不是在乎我的面貌 不是在乎我有沒有錢 是在乎我有沒有善待人 或者覺得自己的前途坎坷 就是 唉慘了 我真是捱世界很辛苦的 這是一個信念來的 但是當我們做得很投入 什麼都投入 盡心去做的時候 老闆請了你也覺得你好 但有時候是怎樣呢 明明那人有這個能力 那人有這個能力 但是呢 被一些同事 被一些情緒影響 就覺得自己做不到 明明做得到 都以為自己做不到 這就是中了魔鬼的詭計 但是心相信 就算有人對我不好 就算有人說我閒話 說我閒話 就算人對我怎樣不好也好 我自己有信心 我一定做得好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衝破這些 那種思想 我以為前途一定坎坷 或者有時候 容易懷疑人的動機 那些人是不是害我 說我閒話 以及容易被人傷害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真是說 我是寶貴 這件事呢 我說就容易 你現在相信你是寶貴呢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 我可以大大給神使用 有多少人覺得是這樣呢 我們可不可以衝破到呢 我求主幫助 我們是少數人舉起手 有些人說 我未到 你未到 只要你開始就可以了 是不是 我開始相信我是寶貴 我開始踏出 總之總是善待人 善待自己 都很重要 怎樣善待自己呢 不要吃垃圾 不要告訴自己 沒有用 而是說 那些不好的我不要收 別人說我不好是他的問題 如果我有不好就改善 我做得不夠好就改善 那時候我們便輕省自由 其實在我侍奉 早年的時候 我未做牧師之前 我侍奉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傳聞給很多人聽 是很有信心 很有勁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曾經在一間基督教教書 當時是彭孝廉 做校長 他開始興學政績 現在他做了牧師 他當時聽我的見證 說我這麼熱心 他立刻做什麼呢 他立刻指派我做這個 初級 因為我教低班 初級的低班 團契的負責人 團契有很多人 我想有200多人 每個星期六 我們就一起 然後我就帶他們出去 有些願意出去 我們就去冰頭花園傳呼音 在平日又有查經 因為當時彭孝廉 看到我真的很熱心 說話的時候很熱心 他立刻讓我成為團契的負責人 我亦都在學校裏面 是很有信心 但是當我做了牧師之後 那些人主要是一個同工 他的要求 就是他的期望 他期望的時候 他就傳給我太太 變成我太太有奸壓力 不是這個太太 是這個太太 當時他又不懂得處理 他也受傷害 他又傳給我 我也很受傷害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很辛苦 那時候我甚至有個意念 我想耶穌快點回來 那我就不用在教會做這些 那麼辛苦的事 因為那時候真的覺得辛苦 因為那些人 我可能覺得他們的要求很高 我達不到 但現在很不同 因為我知道在恩典之中 總之是欣賞人 我關心人 神一定喜悅 而那些人都可以開心 這樣的時候 我的信息和以前都很不同 令到聽的人會得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滿有信心 我們生命是光輝的 是可以祝福人的 可以開心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接觸任何人 我們都會給他們正面的影響 那你就會更加正面 就算你不是說到基督教的事 你就算做工和人相處 你說的話都是很友善的 謝謝你做這些事 你真的好 你幫我真的好 當你說這些話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說 這個人真的很好 這個人真的很正面 你都會更加被人歡迎和接納 當然有些人總不接納你 不過你的心就說 他的問題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們也不用生氣他 也不用不理他 也不用怕他 因為神會保護我的 這個自卑感帶來的反應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 《彼得前書》二章九節 唯有你們是被簡算的族類 是有君諸的祭師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照 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個說得很清楚 我們很尊貴的身份 被簡選的族類 我們這個民族 這個就是信耶穌的民族 是一個很特別的民族 是有君尊 是Majestic的 是屬於君王的祭師 又是祭師將人和神拉近 將神帶到人那裏 將人帶到神那裏 又是王那樣的 屬於好像王那樣的祭師 在聖結的國度 我們可以脫離罪 罪是破壞人的 我們可以靠主耶穌聖過一切的罪 是屬於神的子民 叫我們宣揚那位 自我們離開黑暗 進入奇妙光明的那位神的美德 我們個個都是非常寶貴的 我們是被簡選的族類 我們現在看不到 但其實我們是有神的光輝在我們身上的 有些魔鬼教的人 和有些在靈界有接觸的人 他們會有那個靈眼 這個靈眼不好的 他們會看到哪裏有邪靈 他們都看到有些人說 有些是魔鬼教 因為我有時都會看影片 不過如果你未成熟 你又不要看了 那麼就說到有些人是魔鬼教 他們在未信耶穌之前 他們就想攻擊基督徒 他們用不同方法 曾經去聚會去就座 當時有個報道家 直接指向他們那裏 他說你就座神 就座神的全港神的話的人 神會攻擊你的 那個人即時被神的靈 他就馬上批評他 讓他知道他的罪來悔改 他就說我看到那些報道家 發出榮光 他看到基督徒發出榮光 他們看到靈界黑暗的力量 他們都看到榮光 看到靈界黑暗的力量 很多人都看到 有些人打坐 靈魂出竅就會看到 周圍有些邪靈在那裏 而這些人看到原來基督徒 尤其是愛主的基督徒 是充滿榮光的 有神的同在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走神的路是整個生命提升的 那你的生命就會有自信心 就不會很低沉的 我們是非常光榮的 跟這個相連的另一點 我們講到這一點 就是講到失敗感 因為自卑很容易帶來失敗 因為自己是失敗 失敗很多時候就是不夠信心 我用一個例子打球 打球是這樣的 猜球 多數人猜球猜得好 因為猜球是不算分的 你用盡力 以及怎樣懂得打 怎樣用盡力去打 但一鬥球的時候 我自己真的試過這件事 明明那個人是平時贏的 怎知道鬥球的時候沒有信心 不敢掌握它 總是那些球不夠力 結果被人贏了 為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越覺得自己不行 以及很害怕的時候 做的一定不好 如果上台講到的時候 我曾經以前講到 第一 那時候英文還沒那麼流利 用英文講 還要翻譯做廣東話 我覺得很論盡 有時翻譯的人就翻譯得不好 在台上有些猛的感覺 有人告訴我 他說你講到的時候就皺眉頭 因為他翻譯不到 在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影響傳遞的訊息 但當我自由地釋放神的話語 心裡充滿信心 神是很喜歡我們的 有些人跟我說 你經常說神跟你在一起 那是否神真的跟你在一起 詩篇139篇講到的 神在我前後 還要我按手在我身上 神一定跟我們在一起 就算去到哪裡 神都跟我們在一起 你看看詩篇139篇 詩篇139篇講到 神的無所不在 神一定跟我們在一起 一定會祝福信靠他的人 我們就有信心 這樣就不會容易失敗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 經常失敗 經常沒有信心 經常軟弱的 你就問自己 我正在信什麼 有些人信什麼 我沒有用的 我做不到 以後我都做不到 現在做不到 沒有人喜歡我做的事 我一定 別人都想我走 這些信念 有些人真的心中常存的 我希望大家整天心中常存 我是非常寶貴 我可以活出神的樣色 讓人看到神的榮耀 對任何事都沒有信心 失敗的人覺得 我做不到 我帶不到他信耶穌 我不影響到人 或者未見公就以為會失敗 未見公就以為神不會請我 以為人際關係都會失敗 人們不會喜歡我 有些人很怕和人交往 很怕這個人不會喜歡我 他又在背後說我 他又會暗中說我不好 有時人就會有這種心中的意念 但我們的心就說 我越是這麼害怕 我越是越是會覺得你有問題 但我越是有種心想祝福人 無論那個人多麼不好 我都是祝福他 善待他 對他微笑、對他招呼 這樣的時候我們是可以對人有影響 有正面的影響 以為人際關係都一定會失敗 以及以為全方一定會失敗 這些就是失敗感 相信什麼呢? 相信神一定會幫助信從他的人 我聽他說他一定會幫助我 他一定會加能力 一定會祝福 即使我自己宣教 即使我說過的情況在南非 不只是那一次 也有情況有人告訴我 他又發夢見到我去的地方 或者他在異像中看到 下一個聚會的時候 我在這裡 這些都是告訴我 其實神是很欣賞我們 真心為祂做的事 要你真心 神就會歡喜 他一定會幫助的 我有信心 耶穌一定和我一起 神就和我一起 逐步靠主建立能力 這是很重要的 譬如我們講信息 分享 很多人出來分享 很細聲 沒有信心 別人聽完 不覺得 拿不到重點 你想說什麼 這是要練習的 當你有信心的時候 我很想榮耀神 神多好 我們聽耶穌說 神就會祝福 當你有這個信心的時候 你自然的生命就會 逐步提升 建立 需要建立能力 和相處的能力 逐步就會有更多成功 也有任何的建立 立刻讚自己 我今天夠放膽和別人聊天 我和別人聊天的時候 有關心他 有心裡祝福他 有時候不要期望 一下子一聲就改變了 我稍微改變 那些人就會更容易 少失敗 而當時我被人批評的時候 這句經文給我很大的鼓勵 一起讀一下 哥林多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的事 要他有忠心 忠心就是說 神要求我們都是管家 要求什麼呢 就是我們忠心 只要我們忠心做的事 神就歡喜了 因為當時我覺得很難達到那些人的要求 那些人總是會批評 我心裡很大的壓力 但是這句經文告訴我 只要我忠心 神就歡喜了 所以忠心和盡力去做 去遵從神 神就喜悅了 神就歡喜了 不需要有壓力和失敗感 有兩個圖 一個是失敗 經常覺得我是失敗者 或者是壓力 我不需要的 我做任何事不需要壓力 有時工作都很忙碌 有時我都很忙碌 很趕 但我只能夠做什麼呢 我只能夠做的就是 我盡力做好 我盡力做好就是讚自己 我今天有盡力做好 我就放心了 就不要說 還有很多還沒做完 那你做不完 你就跟上司說 我做不完 我已經很快了 我做不完 我告訴他 是不能死的 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他做工的時候 他就有點困難 有些困難的時候 他就很不開心 他就很生氣 結果就發脾氣了 這是因為他對自己的批判 但其實我們接受 我都會做得不夠好 你可以跟老闆說 我不是太懂 我做不到 你教一下我 你幫一下我 讓我再試一下 我再想一下 這樣的時候 就會不要太大壓力 即是不用說 我要做得很完美 總之我有盡力 有些人不能做得到 我就告訴你 我做不到 你幫一下我 這樣的時候 以一個謙卑的態度 反而人更加樂意接受他 所以我們有些困難做不到 你就告訴別人 我暫時未做得到 或者我只做得到這麼多 人家都會接受 有一個謙卑的態度 也都靠主建立自己的生命 這個經文 《彼得後書》一章五節 我們不詳細讀 但大家看到什麼呢 我們要分外恩勤 有了信心 信耶穌之後有什麼呢 加上得行 即是好行為 善待人 愛神 愛人 有些得行 加上知識 認識神是挺美好的 神的美善 認識聖經 很多時候 人看聖經 是選擇聖記憶的 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經常說 他注重聚業 神就不聽他祈禱 他經常記這些經文 他經常說自己注重聚業 所以神不喜歡 你一悔改 神就喜歡 為何你不記這些經文呢 你一努力 一杯涼水 神都喜歡 但很多人的知識 就專注 因為他的思想 專注在某些 我們全面性看到 耶穌鼓勵人做事 全部有應許的 你有信心 你就能夠移山 你一杯涼水 都不能不得上次 聖經說 你有愛人的心 神為愛他的人 愛耶穌的心的人 就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的東西 聖經是用很多應許 來鼓勵人的 所以我們知識 不只是認識聖經的知識 是更加認識神的本質 全面性平衡 不要用自己的偏見 因為是負面的想法 來思考神 神是一個很正面的神 神是很欣賞人的神 這樣來認識聖經 我發覺當我看《英許》 我發覺聖經 即使是舊約指責耶穌利人 即時說你們悔改 何必死亡 神就會恩待他們 所以其實舊約、新約 都是很多恩典來鼓勵我們 有些知識加上節制 我們不是隨意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們控制自己的時間 不要隨意亂用時間 有些要節制加上忍耐 有些人是很難相處的 我有耐心 不要緊,不能死 他罵我,我不死 有困難,我不死 我就要忍耐了 有些要忍耐,加上乾敬 敬畏神的心 有些要忍耐,加上愛弟兄的心 愛弟兄姊妹的心 有些要愛弟兄姊妹的心 又愛眾人的心 這就是整個人生命的建立 求子幫助我們 不要只說我相信耶穌 只是一步 而是相信耶穌有好的行為 祝福人 有對聖經的知識 對神的認識 是平衡的 滿有恩典的 有節制 懂得約束自己的時間 自己的喜好 比如說我用一個例子 如果有男性見到女性 總是看他們的樣子 看看他們是否漂亮 看看他們穿的衣服 我們知道這對我們有破壞性 那就選擇性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不要去想 這就是一個節制 再加上忍耐 有些人不好 不要緊要的 忍耐他 有乾敬的心 敬畏神的心 愛弟兄姊妹的心 愛眾人的心 OK 我們今天來到這裏 希望大家 我們今天所說的兩點 就是 如何建立自我形象 除去自卑感和失敗感 我們今天開始 如果你今天開始改善 下次你有聚會的時候 你已經不同了 大家會不會這樣想呢 我記得當時我學彈結他 我學了兩個星期 我就在教會用了 因為根本沒有人用 我學了兩個星期用 我彈琴 我講過我彈法 我一彈了 然後在教會就馬上用了 就是說我們有信心的時候 我們立即可以改善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不要做一個失敗者 不要經常想著自己不行的 而是說 神啊 你一定幫到我 被提升的 我們一起 起身到前面 可以收了椅子 我們一起祈禱 求主幫助我們 放下這些自卑失敗感 這些以往的對我們的影響 那些背囊可以放下的 能夠靠主耶穌得勝有餘 這裏可以的 這裏可以的 總之你看到鏡頭 不要妨礙就行 神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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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讚美得勝善 神提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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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 真好 我們在這一陣子反思一下 在我們的心中想自己是 在一個什麼狀態 我們自己看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在這一陣子可不可以改變 我是屬神的子民 被挑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我是非常之寶貴的 所以我可以一步步 走向神給我的方向 我可以進入 神的完美計劃 我把身體獻上 當作活際 是聖結的 神所喜悅的 我們如此是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耶穌幫助我們 丟下的垃圾 那些人對我們說過的 不好的說話 我們丟下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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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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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我可以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我可以放下 那些以往的負面的想法 無論困難多大 無論我們有多低沉 可能 在家裡天天都煩惱的 你說神 神啊 你在你裡面 有滿足的喜樂 我不需要在煩惱之中做人的 神的裡面 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 有永遠的福樂 我可以永遠享受你 耶穌多謝你 多謝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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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愛我 耶穌愛是我的母者 我必不知缺分 祂是我堂我在清楚的心 令我再可溫結水面 我們想到耶穌愛 耶穌愛是我的母者 神不會丟下我們 神是會看顧我們 Hallelujah 耶穌愛是我的母者 耶穌愛是我的母者 我祂在清楚的心 令我再可溫結水面 我日生一世必有 人为此爱随着我 我轻要住在夜窝 我的殿众 直到我会议 我一生一世必有 人为此爱随着我 我轻要住在夜窝 我的殿众 直到我会议 我一生一世必有 人为此爱随着我 我轻要住在夜窝 我的殿众 直到我会议 我轻要住在夜窝 我一生当我们听耶稣说 我们就一定会由困难灾难 变为蒙福 我们都深信无论什么事发生 不要紧要的 我有神和我一切 神和我一切就足够了 哈利路亚 你赞我 mentend 你赞我赞死我 你赞我赞死我 你赞我赞我赞死我 祢在我前後挽擾我 安守在我身上 祢永遠已被服侍我 我感謝祢 我享受祢 希望大家在這一陣子 你真的深信 我們是非常寶貴 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在神的天國 就算我們是一顆螺絲 這顆螺絲也很重要的 何況我們是可以被提升的 當我們被四年充滿 我們就會由一顆螺絲 變成一架很重要的機器 在神的國度可以被神用 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們每一個都可以被提升 不只是做一個很微小的部分 我們越去祝福人 大家嘗試去試下 去建立人的時候 你又發覺不是那麼難的 當我們欣賞人 喜悅人 歡喜他們 祝福他們的時候 人就會對你有好的回應 你的生命就可以被提升 耶穌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被提升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求主的靈大大囂灌我們的心中 當我這一陣深信的時候 神的靈就大大充滿我們 神啊 充滿我們 神啊 充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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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滿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将来我们疫情减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试去东南亚演孙 大家都可以去到操练一下 为人祈祷 带领聚会 你会发觉神的灵都会使用灵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大家操练 操练是怎样呢 操练为人祈祷 操练带领两三个人一起祈祷爱母神 一路深信神在爱我们 神在同我们一起 神陪伴我们 祝福我们 我们可以放下烦恼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并不是很难的 我们进入神的事奉并不是很难的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这一阵我会开始为大家按手祈祷 和我们的福事队 祈祷使用我们的生命 使用我们 耶稣 求主的灵敲灌 求主的圣灵 现在敲灌在我们的心中 充满我们的灵 哈利路亚 祈给我们喜乐 平安 兴散 你有信心 你欢喜神 相信神在祝福我们 神啊 祝福我们 谢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